而参数台风是来势汹汹 花莲也被纳入了 路上台风警报的范围 市长魏嘉贤11号的上午 特别前往了南宾抽水站 关切扩建完成新站机组的 整备运作 希望能够确保花莲市民的安全 在豪大雨来临时 可以免于淹水的问题 中度台风参数来势汹汹 为了严防瞬间豪大雨 花莲市长魏嘉贤11号上午 在工程队的陪同下 与花莲县政府建设处 副处长张志豪等人 前往了南宾抽水站 关切扩建完成 新站机组的整备运作 南宾抽水站 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尤其是旧花莲市区 所有的面积都必须靠这个站 如果有大雨的时候 必须把水抽到海边海里 那过去我们因为 南宾抽水站的一个量能 可能没办法达到现在的一个豪大雨 那进入今年 特别是营建署 然后来盖好以后 移交给花莲县政府 再交给花莲施工所来做管理 那我们希望这个抽水站完成之后 它总共可以多了30CMS 总共加起来48CMS 那抽水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整个排水系统都是完善的 能够及时把水导流到这边来 然后在前池我们可以把它抽出去 那我们知道参数台风 它的行径暴风圈跟它的威力 是这几年来可能会第一个登陆 台湾本岛尤其是花冬地区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格外格外的小心 也希望能够把过去演练的那些经验 那来做相关的预防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的 看待的是台风的一个状态 市长卫家先表示 工作将会严防戒备 面对参数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 南宾扩建新站机组也会优先启动 来配合旧站的既有机组 而这也是南宾新站 验收运转测试无误后 第一个面临的台风 希望能确保市区民众 在豪大雨来临时 可以免于鸡眼水问题 记者许丽琴 欢迎视频道